大家好,我是月寒 自古以来,女子就以三寸金莲为美 缠足在古代成年女子的生活当中就是日常的存在了 而男子头上一般会带一点东西叫做罐 也会用弱罐这一个男子成年了 那今天月寒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男人头和女人脚的俗语 是男人头女人脚不能乱摸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男人的头呢是一个人最代表身份的一个地方 像是刚才月寒和大家说的男子头上会带一些头饰 这些头饰呢就是表明身份的一个参考 那只有长辈呢才可以摸孩子的头 如果说其他人摸了 那这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也表示对该男子的轻视 那和男人头同样重要的就是女人的脚了 古代女子对于脚呢是很伤心的 一般不会把脚露出来的 像是在甄嬛传当中有一集皇帝带 带着所有的妃子去圆明园避暑 甄嬛脱鞋去吃边玩 看到果郡王的时候 迅速地把这个脚给收了起来 在清朝的时候 女子禅族已经不仅是一种审美了 更是一种民俗 当汉族的人呢认为只有禅族才能显示出男女之别和文明礼仪 所以呢三逊经年这个对于女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只有很亲密的关系才可以摸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和生理学有关 那这个理论呢来自于《黄帝内经》说男为阳女为阴 父以上为阳父以下为阴 那我们推到人的身上 自然就是男人头女人脚 男人头是阳之爹 女人脚是阴之急 在古代男人日理万机需要阳家虎口 头是百合之手诛阳之慧 那头呢对于男人很重要 阳身上提倡冷水洗脸 就是希望能够化解寒气 而和头相反 寒从脚起 那脚上呢有很多的穴位和身体是互通的 和男人比呢女人的脚更容易受凉 所以呢民间也有头凉脚热 顶如吃药的说法 但是随着社会的思想开放 摸头摸脚这件事呢 也成为了男女之间表达亲密的一种行为表现 但是呢在这里约翰要和大家说的就是 凡事要有度 尤其是在一些公共场合 还是要需要我们注意一下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内容呢就是这些 以上就是男人头女人脚不能乱目的解释了 那大家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